一辆价值2000万的帕加尼超跑 在私人展览会上亮相 职业大到梅森 带着自己的女友爱你 伪装成客户来到现场 各地的土豪云集于此 聊天喝酒好不快活 展会的主人佩雷斯 并不知道梅森的真实身份 于是热情地过来打招呼 梅森神秘兮兮地表示 他想看看佩雷斯的私人收藏 佩雷斯热衷于古董名车 对这方面很有自负心 所以领着梅森跟爱你 来到自己的秘密车库 这里有保镖24小时保护 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布加迪威龙 随便一辆就超过100万美元 其中最贵的一辆帕加尼 竞拍价更是高达2000万美元 佩雷斯从来没驾驶过这辆车 眼馋的时候 也只是钻进去过过瘾 听一听动人的引擎声 唯恐对车子造成任何磨损 梅森请求 带着女友坐进去体验一下 佩雷斯虽然有些舍不得 但还是打开车门让两人进入 谁知 梅森得寸进尺 竟然提出要测试一下引擎 佩雷斯不好拒绝 就让他试完立刻关掉 殊不知 梅森二人正在联系附近的黑客搭档小美 小美瞬间侵入车库安保系统 关掉了整个房间的罩门 紧接着 伪装成保镖服务人员的盗贼同伙 一起出来控制佩雷斯和守卫 并且打开了车库大门 梅森开着帕加尼扬长而去 而不远处的街道上 正停着一辆货车负责接应 梅森直接把帕加尼开进车厢 借此摆脱警方的监控 他告诉艾米 等我们干完这一票 就搬到小岛上中 谁知话音刚落 小美就检测到 一架属于FBI的直升机正在靠近 而且前方还有一大批警车 正在守住带兔 他们只能开着车硬闯包围圈 负责驾驶的安东和肖恩 一鼓作气撞开路障 而车厢里的梅森十分不紧 FBI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快打到现场 难道他们中间有那股 还没等梅森想出个所以然 就被艾米的枪口对准了 原来在他身边潜伏两年的爱人 就是FBI的特工 艾米一直在暗中收集证据 时至今日才下定决心 配合组织抓捕梅森 不过 职业大盗怎么可能束手就擒 他不顾艾米的威胁 立刻下令启动B计划 安东和肖恩接到指示后 直接开着货车冲下码头 他们从水里游泳逃跑 而艾米身份暴露 只能重新回到组织 经过今晚这场意外 梅森归隐山林 度过了一段与世无争的日子 因为他是真的爱艾米 一时间无法接受一切只是谎言 这天 肖恩过来找梅森 想请他出山 指挥最后一次行动 因为盗贼团伙急需用钱 老黑的女儿要交学费 安东也欠了一屁股债 大家都希望梅森能回去领导团队 肖恩留下一部防追踪的手机 希望他能好好考虑一下 不久后 梅森接到小美电话 得知肖恩打算带着大家抢银行 梅森知道 肖恩这人不太靠谱 赶紧买票过去阻止 另一边的肖恩已经开始行动 他靠近在路边喝咖啡的银行经理 悄悄露出怀里的手枪 肖恩表示 我的人就在银行潜伏 只要你用指纹 打开金库大门 我们就不会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银行经理被逼无奈 只能带着肖恩前往银行 就在这时 梅森赶到现场 他让肖恩赶紧停止行动 附近街道上有将近14台摄像机 就算把钱抢走了 也难以逃过追捕 梅森说完 就让他看好银行经理 然后进银行 通知其他人撤退 此时 老黑小美安东三人 正伪装成路人 混迹在银行大厅 梅森接近小美 想说服他们停手 谁知 肖恩带着银行经理闯进了大厅 而且经理用指纹开锁的瞬间 也触发了安全警报 银行的保安立刻开枪 打伤了肖恩的胳膊 梅森为了保护团队同伙 只能冲出去制服保安 他们挟掉保安的手枪 然后锁好银行门控制人质 小美也黑进安保系统 关闭内部监控 既然事情都已经进行到这一波 梅森只能加入肖恩的计划 肖恩不知道从哪听到消息 说盖银行的1140号货箱内 存有巨额加密货币 此刻 银行经理带两人进入金库 成功找到了1140号货箱 但是光凭经理的权限 无法解开货箱上的密码锁 这种高等级的货箱 至少需要两位管理员权限才能打开 梅森让小美试着破解密码锁 就在他们等待破译的过程中 大批警察已经将银行包围 银行经理显得十分淡定 因为他入职以来 已经经历过四次银行抢劫案 每一次的犯人不是被抓获 就是被警察当场击毙 所以他不觉得 这次的结局会有什么不同 好在小美的速度非常快 他覆盖代码 打开了保险柜门锁 肖恩立刻把箱子取出来 但里面并没有什么加密货币 只有一堆不值钱的破烂 梅森见状倍感无语 问肖恩到底是从哪得到消息 肖恩老实坦白 她是从朋友口中得知 一个社交名媛依莎 往银行存了巨额加密货币 梅森闻言 立刻让小美调查这个依莎的背景 小美正要着手搜索 却突然接到FBI的连线 对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是艾米 自从上次一别 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 艾米要求跟梅森谈一谈 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梅森发现 他是如此想念艾米 不过 现在的情况不适合酗酒 FBI已经掌握了周围的监控 一旁的大楼上 也都设有狙击手 银行的所有出口 都被警力封锁 而梅森的优势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们手上握有23名原子 梅森以此威胁艾米 让FBI的人往后撤离50英尺 艾米不明白这项举动的意思 就让人对周边进行360度扫描 想弄清楚50英尺范围内 是否存在漏洞 但警方并没有找到什么疑点 另一边 银行的人质在安东带领下 统统集中到二楼 梅森还向艾米提出要求 订了几份披萨和饮料 确保人质不会饿肚子 他特别提出 需要艾米亲自把食物送进来 还不能携带任何保镖 与此同时 小美检查依莎的账户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文件 她让肖恩检查 1140货箱里的杂物 看看里面 有没有什么带数字的东西 小美怀疑 依莎在银行有隐藏账户 肖恩马上检查箱子里的照片 发现一艘邮轮上写着2134 但问题是 货箱都以数字一开头 并没有2134号箱子 30分钟后 艾米带着食物 来到银行后门 她已经满足了梅森两个要求 所以希望对方 先释放两对人质 毕竟有来有回 才能撑得上谈判 梅森看着近在眼前的艾米 没有拒绝她的要求 甚至希望 等这场闹剧结束以后 艾米还能跟她一起去小岛生活 后者闻言 亮出身上的监听器 示意梅森不要再说下去了 FBI的人正在监听这场谈话 梅森收下披萨后 释放了一对母女 就在这时 金库出现了意外 银行经理趁肖恩不注意 一把夺过手枪 将她砸晕 梅森得到消息后 立刻赶过去 此刻 银行经理正要乘电梯前往顶层 梅森和肖恩紧随其后 他们在格子间内 玩起了猫鼠游戏 眼看经理就要跑到楼顶 幸好小美及时关闭安全门 这下经理被梅森堵在了楼梯口 只能放下枪抬手投降 根据经理所说可以得知 隔壁的大楼 也是银行的一部分 2134以及其他秘密账户 都储存在那栋大楼里 但大楼在阿贝尔的势力范围下 没有人敢随便染指 此人是手眼遮天的亿万富翁 曾经资助过三个政府 而依莎就是阿贝尔的情妇 小美马上检查整栋建筑 果然发现一堵空心墙 肖恩在她的远程指挥下 用锤子凿出一个大洞 企图进入隔壁大楼 而梅森按FBI要求 每隔两小时就释放两名人质 让警方的注意力 集中在人质身上 这就方便了肖恩的砸墙行动 另一边 艾米很快查到 整个案子跟阿贝尔的情妇有关 而且引肖恩过来抢劫银行的人 本来是FBI关押的犯人 原来整件事 都是艾米上司部的局 FBI故意促使这场抢劫案发生 其实是想借机 破坏阿贝尔的秘密大楼 肖恩完全被人利用了 此刻 阿贝尔已经察觉到不对劲 他向中央情报局施压 准备再傍晚 接管整个案子 到时候 情况就不是FBI能掌控的了 一旦阿贝尔的人获得指挥权 他才不会管人质的死活 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 6点13分左右 中情局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 已经来到了银行门外 他们赶走FBI 接管此案 指挥官接通银行的通讯 威胁梅森 立刻释放人质 然后出来自首 否则他们将立刻攻入银行 梅森并没有慌张 他表示 自己已经找到 阿贝尔藏在大楼中的秘密账户 并且拿到了 装有大量激励文件的硬盘驱动器 如果联合部队敢开火 他就将硬盘中的黑料曝光 指挥官文言 果然不敢轻举妄动 既然他手里已经有了别的把柄 所以答应 释放银行中所有人质 紧接着 梅森示意小美 立刻破解硬盘中的资料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十分钟 梅森不能再拖下去 于是联系艾米 表示自己会让成员 挨个出去投降 但你必须保护好他们 在得到艾米的承诺后 老黑安东等人 陆续走出银行大门 只有梅森和小美还留在大楼内 指挥官见状 立刻带人闯入银行 距离资料破解完毕还有三分钟 梅森必须拖住这些人 确保小美的任务顺利完成 眼看特种部队已经来到两人面前 梅森跟阿贝尔的二把手谈判 要求联合部队配合他们脱身 否则小美就会公开 硬盘驱动器的全部内容 二把手只在乎资料不能曝光 所以答应了梅森所有要求 他们故意制造了一场大爆炸 谎称梅森和小美已经身亡 然后通过暗箱操作 释放了安东肖恩等人 还为盗贼团伙捏造了新身份 不得不说 阿贝尔的人还挺好说话 另一边 FBM没有找到梅森的尸体 又发现肖恩他们莫名或是 自然猜到 是阿贝尔在暗中捣鬼 可是想扳倒对方 还需从长记忆 至于艾米 不打算继续为FBM卖命 他辞掉自己的工作 来到了梅森说过的小岛 艾米果然在那里 看到了毫发无伤的梅森 故事又回到了原点 他们决定忘掉过去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又是抢豪车 又是抢银行的 本来以为会有很多大场面 结果一半的时间都在谈判 两方连正式交火都没有 主角团队更是努力努力白努力 抢跑车 结果连人带车 掉进水里失败 抢银行 结果中了FBA的局 什么都没有捞到 本来以为这几个罪犯 会揭穿阿贝尔的黑料 扭转舆论成功洗白 结果人家转头就拿手上的把柄 跟阿贝尔合作 重获自由 确实是一部反套路的电影 让人猜不到下一部的剧情 不过把它定为动作片纯属诈骗 打吸含量实在太少了